你家的房子这么大吗 都是什么台乡墓的啥的 这个地板 完了还都 现在都不行 都out了 都落伍了 但是我看现在 就是能看出来 当时这装修算是非常好的了 还行 就还行 真是央地里窜老虎 一想不到啊 红娘刚跨过大妈家的门槛 就被这古典大戏的装修震惊到了 再一看大妈的穿着打扮 橘子间更是透露出不反 问到人家曾经的身份地位 红娘更是佩服的不得了啊 我是个铸造工程师 我学铸造的 后来毕业 你配到这个吉林省机械厂 吉林重型机械厂 最早叫省机械厂 我75年到这个厂子 当过三年工人 就说那翻沙 土名有说叫土大皮的 后来你又念了三年纸吧 想办法你得当技术员去 这回又学了三年 00年 改制嘛买断了 在社会上的民企 第一个就是按照贯通铸造厂 总工的事 反正在铸造行业呢 是摸爬滚倒 一辈子 在我这个专业领域里边 在咱们吉林地区 还是小有名气的 现在时不时还有人找我呢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水平高啊 说起自个的事业经历 大爷可算是妥妥的工程师 机械构造各种生物色的零件图纸 人家可都是摸得透透的 邻里巴乡慕名而来的不在少数 就是在吉林都能说得上话啊 属实是泥球钻洞 深藏不漏啊 家里头这半边是客厅 这半边就像一个小的工作室似的 是 这就是个工厂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一个多功能机床 能车 能洗 转 车洗转 有这么三个功能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玩具嘛 这些对你来说是玩具 怎么就是玩具呀 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大开眼睛啊 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别人的消遣玩具都是手机电脑 再不记就是吹拉弹跳 咱大爷倒好 玩具都是几百斤的铁疙瘩 大爷不愧是大爷啊 我们俩是同班同学 07年走的 那就是脑梗 这一并就是11年 三年多的卧槽 卧是卧了 这都是我的事了 07年老妈先走的 13天以后她还走 起码是吧 你得懂我 我干这些事 你像比方说 我到外边去做这个技术服务吧 我拿不回钱来 你别怨我 你得懂我 我在这边忙的 都脚打后脑勺了 他那边呢 你咋就不 你心里没我 那时候哪有你啊 是不是 人生有三千级 唯有相似不可疑 说起自个的感情精烈 大爷已是厨房里的案板 尝过爱情的田 吃过爱情的苦 自个和前妻是青梅竹马 从拖鞋扎变到西装滑谱 可谓真的是情同意和你能我能了 哪成想天有不测风源 现在大爷铁树开花再逢一吞 就是想找了 知冷知热的好好过日子 你家这房子这么大吗 这就是没有公盘 一百一丝一点几 一百一丝个平 这个开架是四米五的开架 所以是屋里就很宽阔 这都是什么摊香木的啥的 这个地板 完了还都 现在都不行 都out了 都落伍了 但是我看现在就 就是能看出来 当时这装修算是非常好的 还行就还行 喜欢很古的 比较庄重点的 不花了胡哨的 你看说进入就是很朴实 很大方 哥宽敞了 这是大天 宽敞 煮饭也没搞的 都能 就都都都能 是不是啊 那个不是 几个人一起做饭 那都没问题 兄弟姐妹要是来的话 那做饭就都够用 看你这平时也是愿意热 好热闹的人 热爱生活 在家里爸爸也是 兄弟姐妹都愿意上这来 都愿来 你这也是好兴 好兴 所以大伙都愿意 就反正还行 就愿意照那落落的嘛 不是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真是城墙上的首位 高手啊 红娘一踏进大妈的家门 马上就被战 古色古香的装修震惊到了 就看看人家这幕会的文录造型 没个几万块可下不来啊 说起赐个一百多瓶的大忙的 大妈居然还觉得落伍性有不满 难不成又是个隐形的大富婆 属实是太反尔赛了啊 对 退休战 这是退休战 七级 七级就是证科技 证科 科长 我们属于监督部门 监督执法部门 负责激连地区 定点屠宰 就是要撕撒烂宰的 工作就一路走来 就是领导还很认可 童子们彼此也都欣赏和佩服 就是这样一路走来 就是到退休了就回家了 真是冷会里爆出热力的 你想不到啊 问到资格的工作经历 大妈也是拿出了资格的退休证明 看到上面白纸黑字的科长几个大字 红娘也是不由的愣了三浪 咱还真是说啥来啥 光是瞅大妈家的装修和穿着打扮 富丽堂皇一太得底 我咱还是老师不开门 非同一般啊 我咱还是老师不开门 非同一般啊 要不叔你自己介绍一下 他和他这个就是站子什么就感觉是一个很正派的人 所以他就 她不太会 丽丽叔叔挺好 挺好 挺好 哪好 那从气质上就卡出来了 啥气质啊 气质好啊 你看这些啊那 跟住宝宝室的人 他素质就不一样 第一啊 印象是啥呀 挺好的 第一次看 从感官上还可以 除了个矮点 岁数年龄才能拍子 人家到八岁的反正这一年都是均属于正常 也没说老大亲 大人就说身体还算硬朗 就了解了解 红娘按照约定 也是把相亲地点安排在了大爷的家里 两人一见面 大爷就直呼 对人家一见钟情 二见清新 三见连喜帖都准备好了 直呼人家要相貌有相貌 要气质有气质 果然这当官的就是不一样啊 大爷这头是打心里相助的 大妈那头也是万事诛顺 直言对大爷印象不错 就看人家如何做出争取的啊 这都是我玩的 对我叔是个机械工程师 叔叔你这么说机械工程师 我之前跟我姨介绍过 然后我叔说了 这都是他玩具啊 这个 这个实际就是个音响 就是这个工放机也叫 电子管的工放机 喜欢文艺 我不喜欢 不喜欢 但是是什么机械 这是我自己装的 哦哦 那个也很立体啊 听起来的 声音挺好听的 哦 哈哈 这还我姨姨也挺喜欢听歌的 喜欢听歌的 喜欢听歌啊 这一般人装不出来 我不管 他愿意整他这玩意 他就是一种生活中喜欢 他整他这一般人装不出来 他那我唱我歌 花开花落中有时 相聚相逢本国业 别人介绍性格爱好 都是旅游赏花游泳锻炼 但是大爷就不一样了 直言自个就喜欢摆弄这种铁皮疙瘩 虽然大妈对此时毫无头绪 但是人家确实直呼不介意 就是求同存异相互理解 这气度还真是令人佩服啊 你也打个斗铁 哎呀 太客气了 大哥 我自己来 自己来 谢谢 谢谢 好 来 争取将来咱就不客气了 啊 我说说啥 我说争取将来咱就不这么客气了 这是来自一个理工男的表白 希望以后能不这么聚集 这算不算是一种 暗暗的表白 是啊 也可以说是吧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都说理工男要么是程序员 要么就是和尚妙 大爷现在一把年纪了 更是说不出什么撩人的情话 心烈喜欢也只会用声色的行动表达 不过就看人家亲自起身 为大妈包香蕉 也是值得咱们肯定的 这来是什么 你在做什么工作呢 我在那个事业单位聚集馆 我在那个商务局上班 商务局 我们在聚集馆 中和执法 你这个工作性质 就能看出来你是一个本分人 我就差一步 没进高纸 一直到退休以后 有外边来找我的 有牧名来的 有的就是打谁的喜好过来的 他们都让你去给解决什么问题呢 有的就是公寓上面出现质量问题 找不着路子 摸不着门有的 去帮他捋顺一下 那还是比较大的 在这个业务上这块 从他的这个专业上 技术还是专业技术业 而人家处的也是很老实 后头那么人 咱看这本心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稳稳当当啊 大爷对大妈的事业是暗自佩服 大妈听我大爷这么多年来 潜心修炼稳扎稳打 也是打心里的没认为人家脚踏实地 这一来二去 两个人的感情是愈下升温 火炕里的温度计越来越高啊 抽烟喝酒 抽烟喝酒 酒量怎么样啊 我自己喝在家里边 就是二三两酒不抽肯定不抽三两 一天一度晚上 晚上喝点小酒 还要喝酒 我还算两两的 我也不太同意 我都不喜欢那么喝酒 你说呢 还抽烟 这烟的问题 这不是说你今天来了 我要非要表现的事 我现在正在努力 你现在已经捡到啥呢 一天抽不满一盒了 终极目标呢 我想把它戒掉的 因为毕竟已经抽了四五十年了 这条烟对你身体有好处 酒的问题 我这纯属咸的 实际我这喝的多数都是闷酒 眼相 这个酒我肯定记不了 少喝点 本身我喝的也不多 反正这个超过我自己也给限定 超过三两我绝不在家 好样子 喝酒有度就行 暂时先定下来 咱们脆一段 了解了解 行 行 真是做梦跳井 有惊无险啊 听到大爷抽烟喝酒两口都占了 大妈也是不由得眉头一皱 原本对人家十足的好感 现在也是大打折扣 毕竟一招被蛇咬十年十年怕警察 和前妇之所以离婚 就是因为喝大酒 不过好在大爷表示 资格肯定会慢慢抵制 大妈这才同意啊 造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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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姐 因为我家兄弟姐妹很关心我的事 让我看一下 行吗 你稍等一会儿啊 我说这准备啥子呢 这是 我跟她拿啥子 拿点小礼物呢 我说这是要给 拿点啥子呢 送你个小礼物 哎呀你留着用吗 这是什么呢 藏货 这好东西 这是去年我从西藏带过来的 这个它的质量肯定 纯 纯 而且这心意更纯 感谢啊 谢谢大哥 谢谢 谢谢 谢谢